第二輪的資格賽請加油 尤其是侯昌明 加油 請看第一個提示 五秒鐘請看 真子 不要急得按 要講的是什麼呢 第二個提示請看十秒 黃潔 黃潔是誰 黃潔不知道他是誰 很好 答案幾個字 三個字 是個人名嗎 是個行為啊 三個字 不是人名 是一種行為 第三個提示請看 高嘉瑜 他都不認識 高嘉瑜 怎麼突然間會跳一個名義代表 對啊 最後一個提示請看 張寧瑜 都不認識 三個字一種行為 立喆 你很棒耶 不是喔 高嘉瑜啊 對 分白眼 答對沒有 我們現在 恭喜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沒有 姐立喆不錯 天啊 你壓力好大喔 我們節目已經好久沒有看到 第四個提示才答出來對不對 可是我也是世新的 我是世新新聞 對 太世新了 對 太棒了 世新 世新 好 世新加油 好了 馬上進行我們的 剪立喆的攻略賽 就位 漂亮 謝謝 剪立喆的同學是美國愛莫生學院 整合行銷傳播學的碩士 不過其實我也是世新的 我是世新新聞 然後才出國念書 來 準備進行 請公布她的 九文革攻略賽 什麼叫客製化 電影排行榜 你愛看 最賺錢的百貨 你愛賺的 你愛逛的 最愛獅子王 你真愛的 獅子王 美甲彩繪 也是你愛的 合法防晒你注重的 助眠食物 你常失眠 不舒服的飛行 你常飛 過敏主謀 你常過 我常過 對 請選擇一個 你最有興趣的題目 好 那 我當然要先選 電影排行榜 就是最簡單 電影排行榜 四分鐘準備到處 請主題 根據Google熱門搜尋排行榜 台灣2018年的熱搜 第一名電影是哪一部 A 與神同行2 B 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C 復仇者聯盟3 絕對不是B 那其實C很有可能 但是其實去年賣錯 很好的是與神同行 所以 所以我鎖定A 請鎖定 請介紹 恭喜他這也很漂亮 我們來看看 在Google2018的電影熱門 熱搜排行榜裡頭 第一名就是 與神同行2 那第二呢 就是非常好的 復仇者聯盟3 第三就是一集玩家 那與神同行2 怎麼會這麼夯呢 真的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的這個電影 在安排手機跟續集 上映的時間很靠近 他的與神同行第一集 是在2017年的年底 到2018年的年初上映 所以在年初的時候 已經熱度超過一波 然後在這個2018的 這個年尾的時候 又再出了與神同行2 所以他的熱搜指數 一直非常的高 兩集的票房 分別佔了2018台灣票房的 第三跟第四名 而且家總的總票房超過台幣11 好的 開始 第二題是這個 我就 美甲 美甲彩繪 請出題 過來喔 指甲彩繪來自於 上個世紀歐洲流行的 法式指甲 當初歐洲人彩繪指甲的 原因是什麼 A 搭配不是 B 代表身分 C 掩蓋污垢 好 我的答案是C 掩蓋污垢 請鎖定 每天洗手就乾淨了 為什麼要掩蓋污垢 不是 因為我會咬指甲 就是我想要矯正我這個習慣 所以其實一開始 因為法式指甲 就是那個指甲的這些光療的粉 其實是醫療用的 是補牙齒的 是髮廊粉 所以一開始它其實是 為了幫助某一些人 他在指甲上面有問題的 所以不一定是污垢 然後包括像我是咬指甲的問題 所以它可能會咬到植肉裡面 或什麼什麼 然後當它做起來之後 因為很硬 我就不會再去 你不好咬是不是 就咬不動 對 就是因為後來 這些東西越來越演化 可以畫畫 可以貼東西 可以黏一些有的沒有的造型 才有A跟B的這兩種功能 但是一開始真的是為了美觀 就是為了把自己的狀態 研蓋污垢或者是 矯正一些問題 你們會猜這個嗎 我可能猜二吧 代表身分 因為法國人 他們不是開店 他們都有點那種 鳳姐 公平有沒有 那站著 法國人在那裡 好有沒有 手指會故意露出來 然後戴個手套 以前的那種櫃子 那如果你有一點指甲彩繪 那你不就是身分嗎 我有 你沒有 一般人不會去彩繪指甲 我覺得很多骨瘦的發明 一開始應該都是出於實用的動機 但是他們一個剛剛那個 那麼那麼生動的演出 有一點說服我 你知道嗎 好像你套的那個書記 是不是 對啊 對 就是 就是亮出來 現代我相信 A C 你選哪一個 請介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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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式指甲的起源 其實還滿有意思的 因為呢 在法國早期這些人 都非常愛穿馬甲 那馬甲很緊嘛 因此就非常難穿脫 因此他們都不太愛洗澡 指甲前面就會有一些污垢 看起來髒髒的 因此他們會在前緣呢 塗上白色的顏料 就是為了要掩蓋污垢 對 難怪法國會發明香水 下次就可以出題了 合理吧 對 一萬在門口了 第三題 好 我選音樂具題好了 最愛獅子王 最愛獅子王 三分二十三秒倒數 請出題 C 奧塞羅 很好猜啊 對 這個其實很好猜啦 我的答案是A A 請出題 Good Very good To be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請 不錯 恭喜答對 可以得到 就是一萬智慧新秘 來 這個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好好跟他分享一下 上話 好 今天的獅子王呢 就是從哈姆雷特 所改變而成的 那哈姆雷特的別名呢 就是王子 復仇記 裡頭非常經典的一句台詞 就是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劇情部分呢 非常類似 說的都是一個年幼的王子 因為爸爸 國王去世之後呢 被壞心的叔叔 趕出國家 回來報仇雪恨的故事 的確獅子王就是從裡頭衍生而來的 恭喜到一萬智慧新秘 非常好 謝謝 再兩隻 我們就抓三隻小豬了 我本來以為我今天會是一隻小豬 沒有 不會 不會 很明顯的 我們世青 校友表現得非常好 第四題 來 好 那我來 過敏主謀好了 三分零六秒請倒數 題目是 根據環保署調查 國人發生過敏的原因 多數是因為下列哪一個因素 A 天氣變化 B 灰塵 C 塵蠻 都是 多數 哪一個是名列前茅的 我覺得是B 灰塵 請鎖定 為什麼不想塵蠻呢 其實這三個都是我的過敏原 但是因為多數人會發生的 其實就是現在的空氣不好 我是這麼覺得啦 雖然我本來覺得塵蠻其實也蠻像的 因為其實台灣人特別對塵蠻會過敏 反而是老外還好 可是灰塵就是全世界全球的人 都會怕的東西 台灣人比較多是塵蠻 這位高貴的婦女 我選A 天氣變化 妳選天氣變化 是 天啊健康專家這樣講 仙姑說天氣變化 仙姑 她是有做健康同學會的 對啊 妳王蕩 王蕩 兩個年輕人 塵蠻 我覺得是塵蠻 他說塵蠻 我說天氣 裴翔 我覺得心應該是灰塵 因為你看不到的地方 其實都有落塵 但是你仔細去看看 那個櫃子上方 你很久沒去碰的 那一層厚厚的 細細密密的 均勻的 就這樣鋪在上面 什麼時候上去的 你都不知道 這是做家事的男人 才會知道的事情 讚 所以 幸好男人 幸好男人 OK 還好我跟妳選同樣的答案 請揭曉 來了 來囉 沒錯 所以真的不是 正確答案其實是塵蠻 很多人都會以為說 自己過敏可能跟花粉有關係 但事實上 在台灣地區 花粉造成的過敏只有2% 但是有高達將近9成的人 都對塵蠻過敏 那在台灣的氣候來說 的確 是很容易滋生塵蠻的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溫度如果是介於 22到25度 那麼濕度大概在七八十度左右 都很容易會造成塵蠻的滋生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 你平時在家裡頭呢 如果這個備單床單要洗的時候 可以用高溫水洗 超過60度塵蠻就會死掉 或者是你拿去用烘衣機 比較高溫的烘它 或者是拿到外面要太陽曝曬 都是比較好的 那有些人不是會用除塵蠻機嗎 你在使用這個塵蠻機的時候 在手勢上面也可以有所變化喔 你可以一開始先用水平的 再用垂直的多種角度 才能夠除到各方面的塵蠻 非常可惜 但是你也拿到了不錯的禮物喔 它拿到什麼樣的獎品 上網 恭喜立喆得到的是 A-Link免油氣炸鍋 加上折疊蒸氣機 這個免油氣炸鍋呢 油切高達80% 頭脂不沾鍋處理柵欄 內鍋一體成型清洗很方便 那折疊蒸氣機的部分呢 是不鏽鋼的蒸氣孔 30秒快速產生純蒸氣 超大容量加高設計 智慧型的鍵盤操作更加的便利 恭喜 謝謝 恭喜姐弟姐的同學 謝謝 非常好 下一回合的四個賽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 做什麼 然後按下小鈴鐺 然後按下小鈴鐺 C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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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